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美国派遣侦察机闯入朝鲜领空 朝空军发现后二话没说 就直接将其击落 消息一出 美国暴跳如雷 他们扬眼要对朝鲜动用核武器 正当大家都以为一场恶战即将打响时 一向狂妄的老美却因毛主席的一则声明 选择得忍气吞胜 那么朝鲜为何会突然变得如此硬气 毛主席又究竟说了什么 保持你的好奇心 咱们接着往下看 二战时 老美为了与苏联争霸 故意画出了一个三八线 强行分割朝鲜半岛 后来为了深入亚洲 又找出各种借口出兵朝鲜 抗美援朝结束后 他们虽然被迫签署了停战协议 但没过多久 美军就又在日韩部署了大规模的军事基地 对朝鲜贼心不辞的他们 甚至还数次派遣侦察机 到朝鲜探查情报 这无疑给朝鲜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朝鲜便开始了一连串的反攻 比如1964年 美国对韩国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这让朝鲜极为分开 于是他们借其激怒了一下 美国喷气式飞机 以此来警告老美 后来得知 美军在越南的战争中陷入了困境 朝方又派遣空军进入越南 秘密激怒了十几架老美的轰炸机 这一连串的事情让朝空军信心倍增 在面对美军侦察机的频频骚扰时 也有了兵来降大 水来吐烟的决心 1969年4月15日 美军的一架预警机和一望一样 朝着朝鲜方向逝去 这架侦察机装备有远程监视雷达 能够同时开展搜寻和监控活动 飞机里坐着31名美国大兵 他们早已熟练掌握这种侦察任务和航线 然而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侦察行动 会让他们自私丢了性命 当飞机飞入朝鲜空域时 朝军突然察觉到了异常 他们发现美军的这架飞机 正庞若无人地进行侦察活动 尽管美军的侦察活动并非一次两次 可那天是朝鲜领袖今日成的生日 这彻底触碰到了他们的体现 怒火中招的朝军 立即派遣出了两架战斗机 朝着老美的侦察机飞去 说什么也要把它打下来 与此同时 美军飞机上的雷达突然显示 有两架朝鲜战斗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到侦察机的身边 不过飞行人员对此毫不在意 他自认为朝鲜的战机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可谁曾想两架战机升空后 以闪电般的速度 直接瞄准美军飞机来了一炮 受到攻击的美国预警机来不及反应 就轰的一声化作一团火焰 坠入了茫茫大海 机内的31名美军也跟着一起葬身海底 美国基地那边因为找不到飞机的行踪 还以为是预警机出了问题 只能加紧搜查飞机的下落 可惜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就在美国苦苦寻找预警飞机无果的时候 朝鲜忽然对外宣布 他们激怒了一架侵入朝鲜的美国侦察机 并且其中的30亿人被证实已经遇难 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引起了一阵骚动 朝鲜的这波操作让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 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他马上召集议会开会 并且公开发言 将会对朝鲜发动核打击 毛主席当时正密切注意朝鲜的情况 得到这个消息后 他马上开会 下令让所有人都进入战备状态 并表示随时做好二次抗美援朝的准备 一时间解放军迅速集结 正装待发 此时朝鲜国内也发出了一道 全军动员的命令 准备迎接美国的进攻 然而正当全军严阵以待的时候 美国却忽然沉寂了下去 他们并没有任何发迹战争的趋势 反而让这件事情平静了一个多月 随后才用耍嘴皮子的虚势 来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已经不是老美第一次认怂了 1968年 老美为了摸清朝鲜的军事实力 把一条名为普韦部落的情报船 装扮成货轮 潜入了朝鲜的远山港附近 按原来的计划 普韦部落号将进行为其17天的搜集工作 而船员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监视朝鲜海军的动向 掌握苏联海军在马海峡的行动 本来事情进展得很好 老美的确收集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然而正当船长自信满满地想要回去临赏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 朝鲜出动了一艘列迁舰 正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不为部落号 不到一会儿 船员们便听到了来自朝方的广播 问他们从哪来的 来干什么 情急之下 船长马上下定把美国的旗帜挂在船上 本来想着朝鲜的列潜艇 看到会会离开 没想到此时又来了几艘雨雷艇 并警告他们 马上把船停泊 不然就会开火 船长赶紧掉头 试图在混乱中逃脱 可惜因为动力不足 速度也不够 还没跑多久 就被朝方的舰艇拦截 船长怕动机泄漏 赶紧让船员毁掉了所有的遗器和数据 朝军见状立即开炮 最终将这艘情报船俘获 将船员押回了平壤 美方得知此事后 立刻派遣太平洋舰队 全速赶往朝鲜外海 四艘航母停在海域上 准备随时发射导弹 然而一切就绪后 老美又忽然变得软弱起来 甚至发布了一份声明 公告中不仅未显示出 要进行军事报复的意图 而且还一反常态地 主动提出了和谈的建议 谈判进行了11个月 最终以美国答应向朝鲜承认错误 并且公开道歉落下帷幕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为什么会对朝鲜屡次让步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和苏联 都在背后为朝鲜撑腰 当年的朝鲜战争中 我国派大批志愿军赶赴前线志愿 凭着英勇无畏和战术策略 将美军从朝鲜驱逐出去 这一战让老美从此对我们也产生了阴影 其次就是当时老美国内的状况不太乐观 他们因为到处挑起战争 导致财政情况出现了问题 国内通火膨胀 雾下飞炸 再加上美军在越南又发动了西山战役 在战斗中死伤无数 根本无法再支撑新的战争 因此他们最后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无论是朝鲜打掉美国的侦察机 还是我国派军抗美援朝 这一切都表明了人民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 正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 一旦国家的安全面临危险 不管是谁都会奋不顾身的与敌人斗争到底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